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朱灿也真够胆大妄为的 后来竟然连唐高祖李渊派来的使者也给其吃掉了 为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 朱灿被处死后 愤怒的老百姓丢至石块瓦片击打其尸体 竟然堆成了坟墓 朱灿是成父金安徽人 出生于隋文帝统治时期 580年前后 并一度担任成父县金安徽国州的 隋墨军阀割据 民不聊生 朱灿起初作为官军 被派去镇压起义的老百姓 后来看见隋朝官府不得人心 干脆和围剿的农民起义军合并举世 成为了隋墨十八路返王之一 自称家欧罗网 朱灿控制着安徽 河南山东大部分州县有不中二十余万人 治下百姓超过百万 619年 朱灿之下的州县出现了大规模 饥荒 饿瓢遍野 吃光了蛇虫鼠蚁和野菜树皮的灾民在本能的驱使下 以死人的肉来冲击朱灿和他的士兵也不例外 但是朱灿吃过人肉后竟然上了瘾 即使后来生活物资有了保证 也会得三差五的杀人食肉 他将治下的妇女小孩吃了不算 还将投靠他的一些隋朝官员也给吃了 朱灿洋洋得意的对部下说 天地下没有比人肉更好吃的东西了 只要城镇里有人 何必为哀乐发愁呢 清了这种丧尽天良的厥词 那些尚未敏烈人性的部下一哄而散 自毛出路去了 朱灿众叛亲离 只得向唐高祖李渊投降 受封处亡 李渊为了控制朱灿的部队 派了一名叫断阙的使者到朱灿的驻地 名为卫稳 实则监视 朱灿对此心知肚明 断阙是当时有名的大学者 为人正直 做事解慎 就是有个坏毛病 喜欢贪杯 有一天 朱灿恋请断阙 举杯交错间都有了几分罪意 断阙响起朱 灿时人的事情 心里十分鄙视 出言讥讽道 听说你喜欢吃人肉 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 朱灿听出了弦外之音 反唇相机 吃醉鬼的肉 就和吃九糟猪肉一样 意思是将醉酒的断 却比作了九糟猪肉 断阙怒骂说 你这个大胆狂徒 现在只是朝廷的一个仆人头目 竟然还在想着吃人 朱灿被断阙骂得兴起 所幸一不作二不休 将断阙及十几名随从当场抓住 杀死后烹肉分食了 朱灿吃了唐高族的使者后 知道闯了大祸 投靠了另一名反王王史冲 621年 秦王李师民击败王史冲 抓获了作恶多端的食人恶魔朱灿 朝廷审判后 在洛阳城郊的落水边 将朱灿公开斩首 由于朱灿长期食人 恶名在外 洛阳老百姓争先恐后的来刑场关刑 朱灿被处斩后 愤怒的老百姓投掷十块瓦片击打朱灿的尸体 短短几分钟 投掷的十块瓦片就将朱灿的尸体掩埋了 行刑关揽 得为其收敛 顾朱灿的行刑的 就成为了他的坟墓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